北京时间9月11日凌晨,正在西亚备战的中国男足,迎来了第二个热身赛对手巴林。 在已经结束的上半场里,国足暂时和巴林零比零互交白卷,其中首发前锋,吴磊还击,中过一次力助弹出。 这也是上半场国足最好的得分机会,上一场面对卡塔尔,李皮派出了三五二阵型,也就是双前锋的配置。 而这场比赛面对巴林,李皮继续穿前锋,让吴磊和高林再度首发出场,吴磊是国足主力前锋,而高林在这场比赛,迎来了自己代表国足的第一百场比赛。 在中超赛场,吴磊和高林也是发挥最稳的两名本土前锋,在广州恒打和上海上港两队表现出色,所以也得到了李皮的信任。 不过,每次国家队集训和比赛时,有些球迷就会议论吴磊,之所以在国家队,无法发挥出,在上海上港的好状态。 有一部分原因,是高林在国家队比赛不会传球,而在已经结束的上半场里,高林和吴磊在前场的一次进攻配合,也是打破了球迷的质疑言论。 吴磊在中场带球推进,显示奔给了张希哲,张希哲随即给到进区限得高林,高林拿球后看到前查的吴磊,一个巧妙直塞准确给到吴磊。 只可惜,吴磊准确射门时被对方球员干扰,吴磊倒在地上后,主裁判却没有任何的表示。 不管如何,高林这次在密集防守中将球只塞给吴磊,也说明高林也很愿意传球。 只可惜吴磊没有把握住机会而已。